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感谢您在世界各地收看这场令人期待的比赛 现在队员们正在做出场前的最后的准备 您即将看到的比赛是广州恒大对阵巴黎圣热曼 我是王涛 今天坐在专家评论席的依然是苗坤 苗坤 苗坤在这里 个儿不高 感谢一米八七的涛哥 我每次来到这里解说脖子都有点疼 主打班 吹哨 比赛开始 地玛丽亚 先出一脚夺回球权 王博文 比亚克希尔瓦抢断的位置很合理 奥里耶 拉比奥特 拉比奥特 迪玛丽亚 马图伊迪就来到了左侧 马图伊迪 麦克斯韦将球打到进区内 球被拦截 球无人控制 争夺还在继续 很有威胁 可惜没能破门 这球是要传给空机吗 现在无人持球 下次传中前他需要先好好估算一下距离 古拉特 他肯定对这个球不满意 迪玛丽亚 莫拉 能进球吗 球现在是在无人控制的情况下 古拉特 马丁内斯 古拉特 想如何处理呢 想要照顾防守队员 防守队员把球破坏掉了 好机会 选择地面球 球现在没人拿 谁能先抢到呢 漂亮的铺就 太精彩了 很好地展现了 他机敏的反应能力 时刻准备着 马图伊迪 塔瓦尼 他不是冲球去的 完全是冲人啊 犯规 迪玛利亚被侵犯了 选择弧线球射门 从技术角度上来讲 这脚远生的质量 的确非常高 只是稍稍欠缺一点点运气 最后啊 他们发现自己被团团困住 无路可走 这个传球不够理想 马图伊迪 将球塞过去 销魂的跑位 拦截更是销魂 球迷们看着都是魂飞魄散 太销魂了 漂亮的抢断 否则情况相当危险 莫拉 麦克斯韦 他一路狂带 轻小的传球 看马丁内斯 选择射门 配合是打出来了 但是结局令人惋惜 这一季长传 堪称完美 通过一道弧线 精准地找到了 自己前方的队友 很可惜 最后还是无功而返 卡瓦尼 精准地传球 球在迪玛利亚脚下 他们抓到了 太给力了 神仙也救不了 这才叫射门嘛 直飞死角 他本能地知道 球该往哪里踢 毫不犹豫 一记漂亮的射门 敌满 子毫不犹豫 明太不犹豫 supers派 青王 天王 很好 不过这个时候集中注意力是关键中的关键 进球之后 球队放松警惕的情况在赛场上出现了无数次了 准备至界外球 这个界外球扔得太糟糕了 几乎是瞄准对手扔的 收钱了吗 迅速向前场推进 迪玛丽亚 送出之贼 塔瓦尼发现自己越位了 真是一线之差呀 王博文 高拉特 马图伊迪 石头直塞 迪玛丽亚 前面非常开阔 迪玛丽亚 这下单打独斗几乎就要大功告成 我就爱看这种 太好看了 再来一次呗 这次进攻还不错 不过他身边人太多 很难有什么作为 传球 就在马丁内斯脚下 脚下动作真快呀 卡瓦尼 漂亮的直塞球 他拽开了对手 他能完成射门吗 财队看了一眼 吹响了上两比赛结束的哨音 广州恒大 完场比赛确实不在状态 这一点毫无疑问 不过能否在这种情况下拿下比赛 也是衡量一支球队是否伟大的标准 现在的问题在于 他们心中是否有这个信念 好 比赛又开始了 维拉蒂 麦克斯韦 拉比奥特 轻巧的高球 他的任务就是确保让对方的进攻到此为止 高拉特 李学鹏 马丁内斯 失报了约位的陷阱 没人能猜透他的意图 还一路披荆斩棘 跟进补射 这角射门啊 有些水准 纵身跃起 他成功了 这下场面可变好看了啊 下一个进球非常关键 漂亮的角球 轻松得手 看他这个奋不顾身一定比球场上所有人都更渴望进球 他配得上进球 好 广州恒大打入半平一球 双方占平 完美的回击漂亮的进球 我相信今天的比赛一定不缺乏精彩的进攻 迪玛丽亚 卡瓦尼 正志 想要穿透防线 就在马丁内斯脚下 维拉蒂 这脚踢得很远 迈克斯韦 就在马丁内斯脚下 将球送到前掌 卡瓦尼展现了 娴熟的代球技术 李学鹏试图快速发动进锅 向前推进 王博文 试图直载到身后 二里一 试图直载 文将拿球 拉克 马丁内斯 马丁内斯就转移到了边了 郑龙 将球塞过去 直接长传 长传寻找机会 他仿佛在跟对手说 到此为止吧 尔利耶 尔利耶 蒂亚克西尔马 尔利奥特 整支漂亮的抢断 好球 卡瓦尼 球在蒂玛利亚脚下 球在马丁内斯脚下 李学鹏 漂亮的直贼球 正龙跑向了传球的落点 叫球 果断解围 化解险情 机会怎么样 主场球迷一定打失所望 他完全有机会帮助球队取得领先 可能是本场比赛的压力太大了 这球一顶就近 抢得头球 成功了 完成了逆转 漂亮的传球 这球一顶就近 争抢投球 起跳的时间最为关键 稍有偏差就很难顶到球 这球顶得真好 教练叫他上场的时候 他就显得特别高兴 一心要想着回报教练的这份信任 教练的指示就是让你上场去带来一些改变 看你能不能完成任务 为球队打进一球 广州恒大取得领先 他们所展现出的品质 团结和沉着值得许多人学习 面对之前的局面 我想大多数球队早已溃不成军了吧 这种永不放弃的精神 令人钦佩 他还能继续坚持的精神可加 不过教练换他下来也是为了他好 能看出来他已经非常疲惫了 球越过了边线 接外球 巴黎胜着尔曼 已经有替补队员准备好上场了 虽然他的体力已经耗尽了 不过斗志还是相当旺盛 现在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啊 维拉蒂 阿里 正龙带球向前 郑龙送出直塞 古拉特抢了回来 郑智 高拉特 他来到门前 机会 马图一笛直接传到前场 卡瓦尼正在带球前进 这个产抢没什么问题 干净地碰到了皮球 他从右路推进 现在看他如何选择 迪玛利亚 就在卡瓦尼脚下 卡瓦尼 这角正门距离进球只差了那么一点点 凶狠的抢断 吧 团伤终凡的震驱 好 李徐鹏 比马利亚 这是全场比赛的最后一个动作 广州恒大胜利来得并不轻松 这对他们打逆风球是一种巨大的考验 他们最终克服了困难 苗坤同学能否谈谈你的看法 他们应该对今天的结果感到满意 比赛中也不乏亮点 这说明了他们有能力驾驭比赛 可以随时调整节奏 这正是一支强队的体现 本场比赛的解说就到这里 非常感谢我们的嘉宾苗坤 解说费用就不结了 我们下次比赛再见